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關卡是 尋找意義的旅程按友情的真諦 怒犬昇華式關卡 昇華式關卡 基本上怒犬的昇華關卡 難度沒有說很難 所以基本上還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只要關卡不要太急車基本上都OK啦 看你需要K誰啦 看心情都可以 看誰不舒服就K誰 你要儲機也可以啦 基本上我建議是儲一下好了 因為剛昇華熱有點差點GG的FU 明明就很簡單的關卡 就是你沒有 只要一不留神就會死掉啦 好 基本上邊打就可以邊儲機了 所以還算 不是很很特意的 就可以通關了 這樣 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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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為蠻矮眼的這樣 不知道在轉什麼 這個就在於說不知道在轉什麼都可以通關 基本上那就是應該是很好過的關卡 怎麼那麼多雜豬啊 我已經綠這麼久了還是一堆雜豬 這個有點太故意了 暗豬死不掉就對了 綠了一個上網 海都還在一大堆雜豬 真的耶 綠到後來還是只有四顆 就是不掉暗豬的意思就對了 前面就也沒什麼啦 只是這邊攻擊力會比剛才那邊大一點這樣 那我們不要小看這個攻擊力還是要認真一對齁 好 今天真的是做到把雜豬綠掉的動作喔 好 因為下一關打人會有點痛 所以我建議 這邊的話可以做一些褚豬的動作 可以在這邊先做就先做沒關係 做不出來也沒關係 就是我們先把雜豬立掉一樣 好像我現在都在削雜豬 雜豬削一下他有天降 降攻擊豬的話再讓他自己去攻擊 就是這樣 弄錯了 沒關係 就削一削一大堆雜豬在檯面上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攻擊之外算頗多的 就可以接受的程度 這邊比較難還有一個就是大於5 大於等於5combo盾喔 這個平民3到5嘛 這個有在看我影片應該知道 所以5就是大概是極限的 好不好 我不會覺得 對啊 只要有敵人 上轴 上轴 还没死 去死吧 再见了 笑容 咿 叮 叮 好 升华氏 看一下我们升华氏的怒犬 關卡按靈魂是發現及在線 最會成有25%機率轉換萬年 基本上25%機率 去算來講CP值還是夠的 所以我決定昇華它 兩隻的話 疊在一起只要出現一次萬年 就賺很飽了 以上是這個 怒犬昇華式的關卡吃飯 謝謝大家的觀賞 拜拜